亲密廉价受到疫情的影响 高雄捷运运量大崩盘 去年同期日运量还有20万人次 这次掉到了8万人次 高级公司是赶紧拿出秘密武器来应战 在闸门口架设体温检测感应器 旅客只要体温过高 闸门就无法感应开启 希望民众安心搭乘 拿着热咖啡模拟温度测试 旅客只要体温超过37.5 头顶上的红外线体温检测器 就会发出警示 连带闸门也不会感应开启 经过额温枪复检 没有超过38度就会放行 但是超过38度 占物人员就会请旅客就医 或者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这里做出测 我们希望做到自动化 不要有人跟人的接触 旅客我们让我们的闸门 透过一些技术的改革 可以让它能够自动化以后 那出测的结果 在如刚刚各位看到的 我们在到服务台去做复测 受到疫情的影响 民众外出的意愿降低 去年的清明廉价 高雄捷运的日运量 还有20万人次 这次却调到8万人次 让高捷公司相当忧心 赶紧拿出这项秘密武器来应战 除了现在在高雄车站 已经有一台热咸鱼 以及现在这个自动型的 那我们有计划了 在未来几个重点车站 转运站也会部署 那目前的进度的话 是我们已经有申购 五台 五台新的热咸鱼 会部在几个高运量的车站 对于高捷公司 以全自动的红外线体温检测器 过滤旅客身体状况 市府交通局长表示肯定 未来也会在公车转运站 轮渡站等处加强体温量测 公车的部分因为它因为厂站 或者是车子 因为我们大概有一千辆车 事实上你在推动这个部分 事实上有它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会责定几个 主要的一个转运站 看看未来有没有这些机会 能够去做深色 搭大众运输工具的通行组 很难在车厢内保持社交距离 只有在厂站内过滤旅客的体温 强制戴口罩 尽量拉开彼此的距离 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记者张盛明 赖昌邦 高雄报道